就是来拿货准备的时候 顺便拿给你的 就把这个货说一揪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领货的嫌犯急着辩称 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今年初海关以X光检查发现 这个由马来西亚寄出的空运包裹有意 拆开一查却发现 里面的卵糖包装 压长了3.7公斤的海洛因 市价高达4000万元 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循现追查 陆续逮捕到运毒集团的8名成员 今年1月初刑事局政策大队接获情织表示 有来自马来西亚寄往台湾的一般 饼干软糖包裹中 常有第一集毒品海洛因 刑事局政策大队立即报警 台北地方检查局指挥分办 并协同台北市万华分局 新北市卢州分局 桃源市巴德分局组成专案小组 共同追查此来 经专案小组埋服收证后 共执行四波行动 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贩毒集团除了设计层层转手方式 领取毒品包裹 甚至还由人头仲介提供 癌末病患的证件 充当包裹收获人及第一层领获人 意图制造断点容易明显 这个案子的话 第一层收领包裹的在台湾的收件者 他是癌症病患 癌末病患 到包裹实际领取者刚好也是癌末病患 不排除他们有利用癌末病患来进行犯罪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装性祖贤等5人生压获准 记者张旗藤台北报道